俄海军尚损失惨重 只是换帅恐怕难以挽回局面 要改变黑海现状 俄罗斯还得从关键的环节入手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来说一说俄罗斯海军所面临的困境 憋了大半个月了 那么俄军终于是官宣了 海军总司令和两支舰队司令 齐齐被换 那么计划三期压制乌克兰 但是这个黑海的现状 仅靠换帅似乎是无法解决的 俄乌冲突里面 这个空中和陆上 俄罗斯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一到了海上 明显就疲软了很多 从2022年以来 俄罗斯海军是频繁的挨打 被摧毁的军舰就有20多艘 尤其是黑海舰队 号称黑海最强的海上力量 却是被乌克兰军队搞得焦头烂额 几艘大型的战舰被击毁了 那么为了躲避乌克兰的炮火 黑海舰队还离开了母港塞瓦斯托波尔 转移到离俄罗斯本土更近的 新罗西斯克和费奥多西亚港 但是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海军的 俄罗斯海军在黑海上 并没有能看见的对手 那么怎么会连自己的母港都抛弃了呢 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 乌克兰利用手里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武器 等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 从陆上到海上对俄罗斯海军实施打击 频频的击毁俄罗斯的军舰和潜艇 将黑海舰队打的是千疮百孔 无奈之下 黑海舰队只能是逃离原本的驻地 将船开到克里米亚港 以躲避乌克兰的炮火 那么这次换帅 新任黑海舰队司令 能不能打破这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应对乌克兰的攻势呢 我看还是有一点悬的 换帅一说 在上个月就吵得是沸沸扬扬了 那么当时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聊到过这个事情 但是乌克兰军队再次得手了 击毁了黑海舰队的一艘登陆舰 那么看来换帅也没有改变 俄罗斯挨打的局面 所以领导人的决策 并不是黑海舰队损失惨重的唯一理由 我认为俄罗斯倒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海军的装备给好好的升级换带一下 俄罗斯海军在这次冲突中 暴露出来最大的问题 就是装备的老旧 现在很大一部分的装备 都是苏联时期留存下来的 而且在克里米亚港附近 俄罗斯没有相对成熟的军舰维修企业 受损的战舰 无法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一个有效的修理 那么黑海舰队就曾经 让已经被炸成重伤的明斯克号 带并上岗 而这艘船已经服役了40多年了 除了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维修之外 俄罗斯可用的军舰也不够 去年普京就曾经亲自前往造船厂来视察 表示将有近百艘的军舰在制造当中 预计近几年将陆续的服役 虽说是给俄罗斯的海军打了一剂强行针 但是投入使用还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从乌克兰多次得手 我们不难看出 俄罗斯海军的防御系统也是十分的薄弱 根据退役俄罗斯海军的说法 在俄欧冲突爆发之前 黑海舰队只装备了最为简单的防御系统 后来又是把地面防御系统匆忙的给搬上了舰艇 试图亡羊补牢 但是这些依旧无法改变黑海舰队的困境 乌克兰还是成功的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两年之前 乌克兰拿着老旧的苏尔斯就能够重创黑海舰队 那么现在 乌军手握西方国家提供的先进武器 对俄罗斯海军将造成更大的威胁 俄罗斯想要改变黑海现状 不仅是武器装备需要更新换代 防御系统的升级也是刻不容缓 不然就算军舰造得再快 也没有乌克兰的攻击来得快 好了本期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新任的海军司令 将如何解决俄罗斯海军所面对的危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